这次的水溢天平还有什么去发生呢? 这件事是会好处好处的,一些旧的天平座的人会被拿出来讲 我这里要做一个很声称的definition,什么叫天平座的人呢? 听说,这里并不包括上升天平座,但凡他是太阳天平、月亮天平和金星天平 还有水星天平,这四种天平人都会容易被人是旧事重提,去翻旧杖 或者被人去免怀,被人重新去讲他,说多一次,日月金水天平的人 不是一定要一起的,但凡凡的chart里面有日月金水天平座的人 都是会被人拿出来讲的,当然,如果他以前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会被人找回一些旧的黑材料,但如果他是英雄伟人,人家会手来歌頌他 而我以上所讲的种种种的事,不是只是到11月3号的,而是到整个11月都会发生这件事 现在这里就是2021年秋季这个水溢天平,虽然他未正式完影响力 但都叫做来到尾声,我们就做一个回顾,3-2 先唱首歌,大家先听 哈哈,好紧张 陳,哈哈,陳如尚几多,风雨昏,天性我交错梦魂 是不是很棒呢? 好,果不其言 话说我当初,第一次做关于今次天平水天的预测 讲名语,即是之前,已经在九月、十月当时做成重风雨的那条片 我就已经说了,哦,今次水溢天平呢,就有很多天平座会被人拿出来说 歌功众德,或者是鞭尸,什么都好 其实那条片当时,已经立刻有个,即是你们看底图 有个人就跟我说,哎呀,是的,妹蛇会怎样怎样 因为原来妹蛇是双十节出生的,blah blah blah 而很明显,妹蛇一定是一个英雄人物,香港女儿 果然,大家现在看到,随着她的那个传机式电影的上演 全程都在讨论她,在回顾她的生平,那些这样的东西 而老老实实,其实这件事我之前是不知道的,完全不知情 我一向都没有什么特别留意香港女儿的东西 也都没有什么留意电影界的东西 而伴着,即是今次水溢天平的能量 走到她的中段,越来越高峰的时候 哇,真是在一些网媒,即是社交媒体那些 哇,都很多铺天盖地有关妹蛇的一些新闻和消息 例如有说群星为她悟念她五十八岁的名秀 那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 因为你想想,这么多年之前我们河迅是见过这些东西 但是这次偏偏来到水溢天平,就有一些这样的新闻 是来自如一的,然后的也者靠 我之前就说,这些事是会达到整个十一月都是会 我们会去讨论一些天平座人物的,然后 现在就不如中,接近尾的时候 但是有一间梅艳芳小姐的讨论是完全没有完过的 所以就是当初我说中了 在这里解释一下,那为什么偏偏是… 你看我以前做预测,我不是说每次X座水溢 就是X座的人会被人出来拿来讨论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今次的天平座呢? 就是这里不妨去分享一些占星的小知识 因为天平有一个特质就是,当太阳… 太阳是一个发光体,luminary 太阳是很耀眼的,被人见到的 但是太阳偏偏去读天平座 原来我们古典天星学,我们就叫它是一个 debilitative,或者叫做fall的一个位置 F-A-L-L,跌下去的位置 但是总之偏偏就会令这件事 令到天平人会更加拿出来给人说 我讲一个表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debilitative and fall 或者叫fall 但是更加深入的行义,我就在这段影片 免得解释了,但是总之就是因为有关太阳 原来来到天平座就是叫做debilitative or fall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水液天平座呢? 就会令到很多天平座的人 会被人拿出来说 而今次这个阶段就是 但凡你星盘有日或者月或者金或者水 在天平座呢,你就会成为 再次成为一个大众的焦点 然后有一次,我又在这里 搜索了社交媒体,无端端 看到苏华伟的神奇小主 那个ad 大家知道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东西 很明显就是因为他那套 妈妈Dixon奇小子 他现在可以去出一个风头 我都有一个占星的感觉 莫非他又是天平座? 果然一遑,大家看到了 他是10月6号的,即是太阳天平座的人 又赶中了 那未来外国呢 就快有一套新片上演 就叫House of Gucci 浩门谋杀案 哇,这件事又是天平座 飞起,为什么呢? 因为天平座的主星是金星 然后金星就是 就是掌管这些名牌 珠宝,漂亮衣服,高档衣服 那些超级品牌 那些超级品牌 所以认了Gucci 这个题目 所以我相信Gucci 又会成为很多的 大众焦店的目光 除了我们去讲的一些历史故事 但是这个品牌 就会被人去谈论 去探讨 还有 还有 那名豪门 这些豪的东西就是金星 好了,谋杀案 谋杀呢 即是讲一些Battle 和Fight的东西 其实这个Battle和Fight 就是天平座的Theme 我在一开始封面的预测 我已经讲过了 天平座就是掌管一些Fighting Battle的东西 还有 我也找了Ricky 这个谋杀案的主人中 不是主人中 受害者 就是Mauriccio Gucci 那他 的而且确又是太阳天平人 9月26日出生 你说是不是令人赤赤清奇 这件事 还有 有一天就看到新闻 就说 江若林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 就有一个 久前了7年的合约糾红 就和林小明 对 和他前老板 就终于搞定了 出庭议讯了 他就为自己骄傲 哇 你想想 久前了7年的合约訴訟 终于趁天平座水域 终于搞定 是不是就是我之前 做封面的预测片 讲的东西 Battle 有很多法律 还有 最重要是 我那个尖声的感觉 是一个很敏锐的臭骨 又来了 我心想 莫非江若林又是天平座 我一找 你们自己去找 我这里不展示 真的 真的 神经病 他就是9月30日出生 又是太阳天平人 所以随着这件事 江若林现在都消声匿色 但是他又成为大重目光 大家又去谈论他 天平人 被人去谈论 还有他就是因为一件很旧的legal case 现在终于有一个了结 通通通通 都是发生在今次的天平座水域之中 是不是很神奇呢 每一次水域 大家会常常遇到救人 这个同志 亦都因为这次是天平座的水域 原来你们会遇到很多的 一些过往跟你有 购买、销售 这些有生意商业关系的人 或者你的商业伙伴 你前合作的partner 或者是supplier 戶客当然都说了 这些人是会不停撞见的 还有还有跟你有些签过约 其实都是商业 有些前业主 前租责 总之有这些潜费关系的人 亦都讲多次了 呼应一下 我想都说天平是货什么的 商业、贸易 总之有这些关系的人 都是会见的 除此之外 你的前妻前夫 你的前男女朋友 特别是你们不和地离婚 或者是分手的人 还有那些你以前很新的人 应该是三度出面 可能是公开去闹个交 甚至是牵涉到一些打上法庭 这些全部的人 未来都是会在你的生命里面重现的 还有这个重现的方式 可能是因为有些法律诉讼 一些官司 终于有结果 所以法庭会把你们拉回一起 去搞定以前的一些过往的麻烦 总之 未来会有一些法律的结果 是出到的 就不用再拖拖拉拉狗 这么久的这些官司的问题 为什么我刚才说了 就是前妻前夫 前男女朋友 尤其是不和地分手的人 因为你不和分手 你才会容易搞定法庭 所以原来法庭终于会有判决 了解了你们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呢 了解之前也会把你们拉回一起 所以很少说如果你不幸地 卷入了婚姓家 抚养拳 或者一时离婚都未得到 許可的这些船窝 久很久了 那恭喜你了 应该有机会可以一次的围剑 就和你去砍掉这些情思 对不起 这个比喻用不太好 因为他不一定是围剑砍情思 他不一定是你的夫妇 前男女朋友 他可以纯粹是你很恨的人 但总之你们在来的关系 可以来到一个了解 大家是不是有穿梭时空的感觉 但凡那些说话很快的片段 其实他是一个重温来的 就重温当初成重封面 那个预言 认识了些什么 那我们要去做一个review 那我要看一下 那时候说了什么 然后right now 现在呢 说得比较慢些的时候 就是 我们回来现实了 2021年的November 11月 我们就做回顾 那我们要看之前的预言说什么 然后这个回顾 就去做一个checklist 逐个point那里 当初成龙的预言说了些什么 然后现在 事后去看有多少东西中了呢 大家明白这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会是 和往和现实在不断穿越的 但是过往那些东西 因为 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那里会较快一点 但是现在来到right now的分析 来到11月的这里 就会说得慢一点 慢一点 这部分就是我们的 这个 水溢天平回顾的3G2的部分 好 那话说有一天 就在朋友的Facebook 就看到他说 很久的奴资九分 又是在这个 水溢天平的时候 去画上了句号 很替他高兴 那这件事呢 其实我有两个朋友 都很伸手其害 那我就在Facebook那里留言 恭喜他 终于搞定了 你看看多神奇 真的两年的事情 偏偏就是这个2021年 天平座水星疫行的时候 去搞定了 那我那两位朋友 都是非常着弱 感到非常感恩的 然后 又是Facebook 看到一个20号新闻 那就是 陳振忠冲 风水师 又重提一些 和小甜甜的遗产 争夺战的訴訟 一些旧的法案 又是会重上水面 而我亦都有一个粉丝 在YouTube已经提了我 早到在当初成重封面的预言的时候 他已经立刻留言了 你看看 是的 的确是在水溢天平的时候 然后 孟晚舟的訴訟 又是在水溢天平的时候 KO了 又是和我做的预测 非常呼应 然后我私下有个客人 有一天 就无端端说 我想问一件事 但他又不说什么事 好了 我继续去说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事 才行 然后他就说 嗯 又是 两年前 牵涉了 一宗 就是一些 官非这样的东西 当时就未成为 正式的官非 因为他都说 下了口网 认了人 不用上庭 以为没了一件事 但是 两年后 这个天平水溢的 moment 这件事又浮面了 又牵涉到他了 那就是 旧官司訴訟 然后 我当时还问他 喂 你有没有看水溢天平的影片 他说有啊 真是 他都 抱头痛哭 哇 为什么这件事可以这么强劲呢 在两年之后 又烧回他那一疗呢 他也是非常苦虜的 所以他就找我做一个 就是service service by那个 占星不挂呢 看看会如何去拆解这件事的 所以大家说 占星是不是真的好神奇 真的不道理不信的 接着 又有另一个客人 就跟我说呢 在自己公司里面 有一些劳资狗分 然后呢 偏偏就是在我们今次水溢天平的 那个post shadow period 最后那一天 即是11月3日 就有 就是 又是跟公司 偏偏在那一天 就吵到外面 但其实那一天 已经在去last day 之后 但是他消失了之后呢 这件事 又有一个新的进展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battle 和糾纷 就是在这个水溢天平的时候 就 会 走出来去烧大家 所以他都不禁惊呼 但是 11月3日 这个日子 真的准到呢 之后 见你youtube水溢片 标题大大字 写着日子受知什么事 哈哈哈哈 臨尾中到 应一应 接着呢 我们又有了 喂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在那个 很快的重温那里 我们就听过 哎 和一些旧的男女朋友 前夫前妻 都会有一些 叫做了结 那些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看一下这里 在我的那个 mewe group chat 就有人说过 终于在这个水溢天平的时候 就叫做 卫剑斩情司 正式去圆了一个 烂桃花的关系 接着有一天呢 我有收到一个 旧客的私讯 其实蒙了一幅图 因为我删除了一幅图 但是 就是他自己的电脑坏了 然后电脑坏 我忘记了是电脑还是电脑 但是总之这些电脑 好像是电脑 就是电脑 就是电脑坏 又是一个水溢的common theme 然后同时呢 他就说 又是这个水溢天平的时候呢 忽然收到离婚帖议书 就是呢 和前夫的关系 终于又是有一个了结 一到两段 那又是中了 就是水溢天平的这个theme which我一早已经有预测了 跟着到最后呢 又有一个 VV group chat 的朋友的分享 那你们自己读吧 我不读了 如果你读 如果你读不知的话 你们可以pause 这个screen去 每次的水星液行 不论这个水液 发生在何星座呢 都有很多common themes general themes 例如那些什么 不见东西 漏锁时 溝通失良 溝通失灵 接收不良 坏东西 尤其是电子东西 或者是交通寄室 交通意外 找到旧东西 见回旧人 但是每一次呢 亦都有很多specific themes 尤其是我们要看一下 这一次的水液发生是哪个星座 还有这个星座的掌管星 那我们今次 就是说到很多 天平座的水星液行 还有天平座的主星是金星 所以 就会有很多天平座和金星的元素 是落在这个水液里面 所以我们so far 亦都cover了 无论在之前那个3G1的回股 什么鬼金属 是吧 旧的食物 怀旧 怀旧的游戏 因为金星管娱乐 还有什么呢 例如我们今次在这个3G2 都说了一些legal cases 一些battle 或者是旧的男女朋友 因为金星都是说爱情 好 还有很特别就是 一些旧的天平的人 真的 又或者月或者金 或者水在天平座的人 会成为大众议题 好 那我们又去看一下 在我Miri Group里面 一些人有过什么的分享 那些谷友们 那 again 电视为了 其实电视 你说它是电子零件也可以的 但是尤其是 亦都因为电视是娱乐的物件 然后金星管娱乐 然后还有这些 这些呢 就是我的谷友福利 就是你进了Miri Group陆 我才会有更多的尖声分享 因为这个 在我第一次成重封面的那条 预言片 是没有讲过的 因为 话说有一次 在Miri Group陆 就有个谷友 他好像讲起 是不是讲起搬屋 那些东西 我忘记了 那好像是人们不知道会装修 那我说 就是我都叫他 最好批准的 好像是这样 但是我说 曼大使 你最后才搞厨房东西 那因为呢 金星都是管厨房的 ok 那所以 引伸到 那其实原来 这次水極天平 就是我当你坏零件 但是原来很多厨房的零件会坏 那 那 或者就是 厨房东西会有很多漏漏 那不妨看一下大家的 反映 厨房东西 抽油烟机 那还有 不单止一个人遇到的 嗯 是几个人都遇到 厨房的一些问题 ok 那 还有 爆水它 那然后 冰箱 坏了 那冰箱 那冰箱是放在厨房里面 那 我相信是要这样去 去 去 因为有些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家 那些人 那个厨房可能没有空 那冰箱放在厅 ok anyways 那 总之都是一些 电视东西 但是特别是厨房的东西 都会出现很多的 失灵的情况 那 那 所以 和今次这个 天平座水星夜行的 异象是非常之呼应的 ok 也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 你们想 有多一些的 一些提示 生活的小提示 一些尖声小资讯 那 其实我现在都会 focus很多 是 放进去Miri的 group chat 里面的 那你们可以是 随便加入 跟着 还有最后 这个朋友的 私信呢 他就真的很可怕 好准 那自己又跌八 突通 那 不见东西 水液 大头虾 还有 我以前水液 哇 我真的出十次门 我三四次都会 不记得带鑰匙 因为我平时 我很小心 但是真的不记得带鑰匙 很害怕 幸好家里有人 那 然后 你想想 八达通是 你去做交易的 是吧 然后 最重要是 尤其是 交通 一开始 八达通是 你去做交通 所以 为什么才叫八达通 四通八达 OK 还有它是一个电子器材料 的东西 不见了 OK 漏东西 然后 碰到人 又是 又是水液 跟着 朋友 买两至三 两件都有问题的 买东西 买东西 我们在之后 那部份会讲的 OK 这个三支二 我稍后会讲 买东西 还有三 我都讲了 三是 金星管的 原来 不单是 他和他朋友都跌了八达通 为什么 他们两个都是 叫做 同病相连的呢 哇 接着他还 我现在看回才觉得 越来越搞笑 为什么他们两个都这么失魂语的呢 连手机跌了下海 好嘞嘞 怎么跌下海 真的好恐怖 所以你说是不是搞笑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不妨去 重吻一下 当初 我承重封面的片段呢 我们是怎样去预言的了 又有心理准备了 接下来又要坐过山车了 我还记得买鞋的时候呢 因为已经是踏入了水益的阴影期了 我就不断和那个 就是电源在那儿在查这个 就是什么叫查呢 我试过他没有给错鞋我 因为我试过不同的鞋款 9号50厚 我之后10厚 我到达到比仙前都要去 10厚 因为水益是很容易出错的 而这次的水益呢 是会影响到任何的purchase 而不单止电子零件的东西 而不单止电子零件的东西 我们每次的水益 都有一个general theme 就是说呢 很容易影响一些电子零件的东西 因为水益 而水益就是这些电子的东西 但是呢 今次因为水益 是发生向天平座 所以任何的买卖 小子一个产 大子一个柳 都会容易难或者是难尾的 这个worklay是否很好呢 都不是worklay 但这个contract是很好 就是你会容易买到难产或者是难尾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天平座就是掌管交易的了 大家想一下天平座的样子 其实都不需要想那个 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个占星的signal 你只想一下什么叫天平 一个称就是称我来做什么的 称我来做什么的 称我来托人的是我来做 即以前商业交易的 大家要称一下你这里的金额不够重 你明明是我来做商业活动的 所以为什么今次全世界任何的交易 真的小子产大子楼都会容易出问题 刚才非快地重温了 当初成龙封面的那个预言 曾经预测 原来今次水益天平 会发生很多purchase上的错误 小字一个产大子一栋楼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现实 11月 即是今次水益天平的尾声 这个回顾3-2 那我们就去查一下 说得中不中呢 当然是中才来说 是不是 中了很多 首先 Miri的group有反应 就换了干衣机 即是扣置了一个新的干衣机 但是呢 谁知道买了这个新的机 就要换机 然后呢 买了豆漿机 又坏了 之后呢 就有 厨房单又坏 豆漿机又坏 果汁机又坏 是的 以上 它是有买一些不同的商品 还有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就是全部都是厨房里面的零件 OK 即是跟我们刚刚之前的部分 是不是 完全呼应 金正管厨房 所以你们可以问一下自己 在这次的水益天平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生一些 那么 惨烈的事情呢 然后 有个朋友呢 就在iherb那里买东西 那 从来都是很顺利 但是今次呢 水益天平呢 就又迟到 跟着又还送错货 是的 所以呢 他们说 哎呀 以后真的水益时候买 要小心 还有我一早都说过了 尤其是 因为水益有很多事情 你要小心 但是尤其是今次 你总之做购买的这个动作呢 你就会有很多 蝦鹿的场面出现 喇喇喇 喇喇 接着还有呢 这个就是发生在我自己 本人身上的事情 那 有一天呢 就是 我晚上跑完街 就在外面 买了个雪条去吃 OK 那经过我看见7分就买了 OK 那 我心想我是用Pay Me付钱的 是的 我才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可能 我没有带白铃铜 是的 但是我 我竟然有带电话 因为我平时 我是不带电话出去跑步 但是anyways 唉 不要乱那么 就是 错了重点 好 那 买完了 正常了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 无端端呢 Pay Me 就说 我有个折扣 送了3元给我 那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我问他们客服 为什么无端端给3元呢 那他就说 哦 原来呢 就是Pay Me那时候 跟7分是联手做一个 就是 promotional offer 那就说 你用Pay Me去 7分消费 不知满多少钱 40元 他就会回3元给你 那我一向不知道这件事 是的 但是 厚之厚割 我多谢他 那 但是这件事就反映了 哎呀 那还有 为什么他在之后才给我这个钱呢 那你都看他写着 就是Apologies for the delay 是不是 因为他们的系统 原来系统是出错了 OK 所以他们明明是答应了 市民是有这个promotional offer 但是之后他们又 没有了 OK 那 Anyways 我本身都不知道这件事的 好了 但是这件事就是反映 就是完全了 你去做一些购买的时候 是吧 因为他们就是做这个 你买10 我买20回衣服给你 是不是 那就是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出了很多technical errors 还有 又是电子的失灵 对吧 这些是电子的产品 那 那 这些 的 黑绿镜头 就完全是 我们今次水溢天秤 一早已经有预言过了 哇哇哇哇 接着呢 有个粉丝 先慘烈 哇 关于天秤座的水溢实在太准了 忍不住要赞一下你 發生什么事呢 10月头 买了电脑 本身已经禁止 但是之后呢 就要 就是 来了是有事 那就要 送回去 接着 接着 又是同期买CD 来 爛了 接着又要 接着 之后才搞笑 又是同期 帮狗仔去剪毛 就是 明明以为是右手 但是 怎知剪了左手 但是 之后 自己 就是原来自己是 自己大头下的 那自己就 就是 唯有接近了 应该说 狗仔去接近了 那就没有 refund 接着又是同期 那 这个 这个粉丝呢 一开始就是没有看我成龙的影片 我就是叫了大家 就是 你有什么purchase 那么紧要的话 你最好就是 批准它 他就是 他就是 做了这么多 那么紧要的purchase ok 有电脑 又CD 然后又剪毛 然后又买了屏风 又是烂了 唉 还有什么呀 那么惨烈 啊 然后 整车 唉 总之 然后又要 不知道 很多实际东西 他就 冷眼小 不过 我在这里又做个澄清 我不是跟你说 你人世间 你什么东西都不要买 神經病 你不用做人吗 但是你不要买一些重要的东西 贵价的东西 就是你街市买一棵菜 有个拔菜 底子烂了 跟着从来就这样算 你就扔掉它 撕掉它 但是 一些很 很重要的东西 你买楼啊 买鑽石啊 这些东西你买的话 他出错了 出错了 你便濕制 你便投行 所以 这个客人 就是没有听我说的 偏偏在这个时候 做了那么多 那么重要的购买 还有应该都是大额的 所以他就麻烦了 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狗仔 你剪了手 你不可以撕掉狗的手 我很变体啊 这么说 远到外面 来到这里 就有一个 不是好关系 但是 如果是天秤座的朋友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有没有一些新童感受 OK 那这里我不读了 实在是太长 不过 也不是很长 我摁了很多东西 但是 你自己看吧 看不见就继续镜 接着现在呢 和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那是我们这次3G2的最后部分 看看这里的 照片 分享 知不知道他和我们这次 水逆天秤 有些什么 可以呼应到的地方 这里 如果你是懂得尖精 有尖精底的朋友 不妨在留言 里面 割书几件 原来这件事 都是和水逆天秤 非常有关系的 不妨去分享一下你的看法